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9号,今天给大家介绍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 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公认为人类最初的图书馆,也被视为图书馆圣地。 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北边,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托勒密仪式,在公元前三世纪初所建立。 当时中国处于战国抹气,正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六七十年的样子。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世界第一座图书馆,最初基永恒。 人类图书馆的根源来自伟大的哲学家,最初亚历史多德,生前拥有一个个人图书馆,专门搜集当代的艺术和科学资料。 亚历史多德死后,他的学生德米特里便向托勒密仪式提出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国王答应了,于是就诞生了最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其收藏的历史,可以上述至亚历史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甚至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我们现在看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筑是2002年新建的。 1990年,矮基总统穆巴拉克向国际呼吁重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重要性,最后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 联合许多国家共同参与重建的,其外观圆盘性屋顶好像庞大的日规,弯如计时的钟表,面向地中海呈16度窮斜。 部分建筑物隐磨在大海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太阳即将从海面升起的情景,象征着地中海永恒的日出。 屋顶是一整片自然采光窗户,围墙采用的是一种基字塔,一样的花岗岩材质。 围墙外表雕刻着120余种世界各国文字,包罗万象,从古代的象形文字开始,接着是气形文字, 加古文,音乐纪谱法,电脑码和遗传密码,一条形码。这是作为第一座图书馆的威严和世界级形象的一种表达。 主体建筑棚,还有一个球形的天文观测馆。 亚里山大图书馆的地下建筑物深16米,地上建筑物高达37米,共计有11层,内部采用完全开放式的楼梯状勾造。 从地下直通到地上11层,代表着沟通与协调,沟通是上与下,协调是过去与现在。 图书馆屋顶的直径160米,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整个内部设计晕含着让人眼界宽阔,心胸开阔的异味。 亚里山大图书馆过去因此搜集图书不择手段而恶名昭著,为了汇集图书,对停泊在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甚至包括航行经过地中海的船只,一经发现有书籍就募收放入图书馆。 据说,募收图书后,将原池友人的名字登记在账卜上,另外制作副本还给原池友人。 还有传说,亚里山大图书馆会支付局额保证金做抵押,向希腊等国家借约各种整齐的图书,然后再毁约放弃保证金,以达到占有这些整齐图籍的目的。 凭着这些手段,古代的亚里山大图书馆收藏一度达到了近70万本藏书。 全盛时期的亚里山大图书馆曾是世界的研究中心,通过高薪聘请地中海一带著名的作家学者前来, 专心致力于各种研究,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以及自然科学, 阿基米德、欧吉尼德等都是亚里山大图书馆的驻街研究, 由此足以窥见这座图书馆的权威性,因为该图书馆造就了亚里山大这座港口城市地中海知性首都的称号, 统治者托罗密仪式是历史学家和数学家, 曾向欧吉尼德请教几何学的秘密,希望找到更容易学习几何学的方法, 欧吉尼德回答说,学无解禁,至今仍是智里名言。 历任图书馆馆长都是一些诗人、科学家等兼任国王老师的知性智者, 但在衰退时期也曾由王师的护卫长来兼职, 曾经连任三代馆长在位长达40年的埃纳托斯特尼不仅证明地球是圆的, 还算出了地球的周长,与今日的研究数据相交相差不到10%,真是令人惊讶。 亚里山大图书馆同时也见证了图书馆的破坏, 古代战争频繁,征服者往往用烧毁图书馆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征服, 表示自己不单能用武力征服这片领土, 同时也消灭被征服着的精神支柱。 由于亚里山大图书馆, 杜特的地理位置身处政治及军事要地经历无数次, 因此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毁坏, 甚至因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而被摧毁了五次。 听说有时占领着还会把书籍当作大众澡堂的染料来使用, 因而烧了六个月之久, 但是反过来说, 这也意味着图书馆才是守护民族文化与传统精神的神圣堡垒。 亚里山大图书馆似乎也正根据这一伟大的悖论, 多次被摧毁的坚强,辩证着图书馆的重要性。 罗马时代的凯撒大帝也是一位因烧毁这座图书馆而名声不太光彩的人, 他在公元前48年因追击蓬佩而来到此地, 并再次遇见了埃及的最后一位女王科里奥佩特拉而后和她结婚, 从此陷进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 为了与托勒米十三世争夺科里奥佩特拉, 凯撒试图焚烧停泊在港口的十余艘敌船, 却不慎延烧到一旁的图书馆, 烧毁了数万卷图书, 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埃及艳后》中就重现了这段历史。 科里奥佩特拉听到图书馆遭到火灾的消息, 甚至还烧毁了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书中诗书, 便大声向托勒米抗议, 你胆敢毁掉伟大的图书馆, 即便是蛮族来袭, 也不能烧毁人类的指性。 托勒米则避重就轻地说, 不是我烧掉图书馆的, 谁也无法控制战争的火要往哪里烧。 科里奥佩特拉不仅以美貌著称, 幼时便经常留恋于图书馆中钻研, 日后才能租制多摩, 便才无碍兼具绝世美貌而举世为名。 故事还没有结束, 托勒米死后, 科里奥佩特拉与安东尼结婚, 安东尼为了逃这位绝世美女的欢心, 不惜把征服的叙利亚地区的 佩加盟图书馆20万卷藏书, 全部用船运送给这位美女, 当作结婚礼物, 好安慰科里奥佩特拉在图书馆火灾中蒙收的损失。 由这些故事可知, 当时的王室有多么珍惜重视亚历山大图书馆。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曾说, 如果科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稍微偏了一点, 那么世界历史就会不同了。 换言之, 如果不是因为科里奥佩特拉的美貌, 那么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了。 亚历山大图书馆重建的工程从1974年就开始了, 直到1990年, 才被埃及的穆巴拉克总统夫妇为了再显过去的荣耀而积极推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通过, 经由18个国家的元首及高层官员签署了国际宣言, 广要各国政府及民间机构学者作家投入协助兴建工作, 而后借由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鲁地、阿拉伯等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 捐出2.3亿美元的金额负担了大部分建制费用。 另外法国、意大利、希腊、挪威、日本、中国也提供了许多物资。 最后选定在图书馆原址附近充建, 今日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受到全球的祝福而重新诞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把亚历山大市命名为2020年世界图书馆首都。 在2020年10月16日盛大的开幕典礼中, 马拉克总统说,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重生显现了它的崇高价值和原则, 它给未来的世代带来了希望, 从古代的辉煌之中赋予了生命,再次创造了繁荣的世界。 开馆当时最先排列摆设的书籍是《可兰经》和《圣经》,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部经典, 图书馆内部有六个专门图书馆, 三个博物馆、天文馆、电影馆以及七个学术研究中心, 手稿储存室、四个艺术画廊以及可以容纳一千人的会议中心。 图书馆与地中海之隔一条双向石车道的马路, 亚历山大市位于非洲、欧洲及中东的交叉点, 它是融合了埃及和希腊文化的魅力城市, 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夏季这里是中东富豪们的避暑圣体。 亚历山大还是主演齐瓦格一生奥马薛瑞夫的故乡, 他是埃及有名的美男子, 拥有着让世界女性动心的热情的眼睛。 还有一位亚历山大男士法爷兹德, 知道他的人应该不少, 因为他是与英国王匪戴安娜一起车祸身亡, 也是戴安娜情人的那位, 亚历山大可谓人节地灵,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图书的滋养。 一提到埃及就会想到金字塔和木乃伊, 却先有人知道埃及游有一座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埃及人发明了纸缩草造纸和象形文字, 大营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刻满了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北, 伴随着地中海的波涛声, 依稀朦胧的让人想起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梦幻般诱人的夜景。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